昆明这两天天气都挺不错的 现在是早上十点钟 我去看小豆芽打针 早上其实九点钟他们就上班了 但是刚一上班的时候医生会很忙 所以我选择十点钟再过去 陪他一会儿 你好 他今天咋样 在现在在打针 在打针吃东西了没 东西没吃 还是不吃 我没有打算给他适当的逛一点 这个流食 对对对 因为他不吃不行 小豆芽 小豆芽 你要吃点东西 这半边脸肿了 会肿吗 对对对 我到时候回去我有那个 我有那个喷的就是愈合伤口的那个药 我们会再喷他 对对对 等他回去以后我也给他喷上 他在舔他那个薄圈 医生说是因为他的咬肌疼 那个脸半边不舒服 所以他自己可能是在活动 这现在针打着呢 这带好像已经快完了 昨天晚上 我看这是这是给泡的那个猫粮 放的水好像一点都没动 也没尿 精神状态还可以 医生刚把那个针拔了 又打了两个消炎针 说他很配合很乖 小豆芽真是懂事呢 究竟这半边脸是肿的 左边这半边脸是肿的 昨天做手术毛给剃了 这毛要长上来的话 可能时间会很长 四到五天的时间就能消肿 今天都没吃了 快吃吧 今天开始吃东西了太好了 慢慢吃 慢慢吃 吃猫条 这是好吃吗 对 我刚刚就说 我说我拆个猫条给他吃 试试看他吃不吃 吃挺好的了 吃挺香 他这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这就是好现象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会儿精神状态好多了 吃两口猫条都做起来了 嘿嘿 慢慢就好了 你要配合啊 配合我们给你 你治疗 还要配合要吃饭喝水 这样才好得快 知道吗 哎呀基本上恢复了 就现在自己去上厕所去了 今天状态确实比前两天要好多了 你看 现在可以看到他这个 这边 这边脸 慢慢就回复了 今天才是术后的第二天 相信三四天以后 状态一定会比今天好 还是对着好奇 还是对着好奇 而且招 所以就是他 嘴巴活动起来 要更 就是 要更顺畅 对 他之前嘴都合不上 对 基本是不敢动 嘴合不上也张不开 应该是 嗯 所以 对 所以你想给他吃什么 都吃不进去 也灌不进去 今天这状态好多了 这块我要 一个多月才能长 我还想着 得两三个月才能长出来 一个多月 就会开始长了 但是到时候 就是说 要长得完全长平的话 时间根本得长一点 对 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疤的话 虽然在脸上 但是到时候 愈合起来之后 是找到疤了 对对对 他当时做完绝育手术 那个肚子上 那个疤也是 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也摸不到了 今天状态好多了 今天才第二天嘛 对 都已经恢复成这样了 他这个 就是恢复的速度的话 还是比较好 哎 应该会很快 从今天开始进食 就是说 不管吃多吃少 进食 主动进食 这个是 好现象 对对对 你看他看旁边 都在看他邻居 好多了 好多了 嗯 对今天状态好多了 他在调性旁边那只免疫 免疫刚才吓得不敢看的 哈哈 这状态哎呀 一天比一天好了 今天才第二天嘛 嗯 就已经能恢复成这样 就 哎 就已经很很可以了 对 自愈能力很强 嗯 求生意也很强 把它放下来 让它在这地上活动活动 可以 精神还是蛮好的 精神还是挺好的 精神还是挺好的 这老关聋子不活动也不行 老妈找医生去了 嘿嘿 还是要躲起来 嗯 快出来 出来 在那干啥 快出来 出来 出来啊 嗯 拌包子脸 哎 掉下来摔到了 掉下来会摔到的 快下来吧 下来 下来啊 快 看着小豆芽今天的状态 我这心情 也是 比昨天还要再放松一些 刚才她下地的时候 在地上走路 我看 基本上 这个除了对脸上有点影响 有点破相了 孩子有点毁容了 不过人家医生说了 没关系 她这个毛长上来以后 伤口也是看不见的 那么我现在 我今天终于 有胃口想去吃点东西了 那我停车的跟前呢 就是一条美食街 我去给自己 我去给自己搞点吃的吧 这两天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全靠喝水了 就先去吃点饭 这个美食街在下午的时候很热闹 我每天回车上的时候 就是从这走过去 但是前两天我过去的时候 我都没有胃口 也不想吃东西 今天呢 去看一看吧 我也没仔细看这都有什么 去看看 打包一份 带回去吃 带回车上去吃 要不然 要一份炒饭吧 酸菜肥牛炒饭 黑椒牛油炒面 我还是想吃面 还是喜欢吃面 要了一份黑椒牛油炒面 一共15块钱 这物价倒是不是很高 还可以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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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回车上走路三分钟 回家去吃 我停车的这顶上 这上面就是杭瑞高速 虽然说是高速 但是基本听不到什么声音 高速下面呢 也是一个大的停车场 其实我停在这下面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 这白天晒不到太阳 那么太阳能就没办法充电 所以我的车从来了以后 就一直停在那个地方 没有动过 在那边 现在 回去了 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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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苹果 两天小豆芽在医院 你看 那个曹大夫也不收我的住院费 我给人家提点水果 表示一些感谢 挺重的 这家伙伴 这家伙 你咋在这坐着呢 啊 坐得还好看得很 哈哈 医生说到今天下午有个手术 先放这 小豆芽 看看谁来了 你想不要吃东西 咱们再吃点东西好不好 小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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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半边脸肿的 眼睛也有点 眼睛也有一点 这那天整个是伤到了左边半边脸 现在只敢摸他这右边半边脸 左边不敢碰 轻轻的安抚一下 但是他好像很享受 只要我一动他眼睛就闭上了 乖的 乖的 被人打的 嗯 挺好呀 刚才到了以后 小豆芽我又给他喂了点猫条 他还是肯主动进食的 只是一 可能一舔 他那个伤口的部位就会有点疼 所以他舔着舔着 他就不愿意吃了 并且医生跟我说 他们喂的时候小豆芽很抗拒 就只有我喂的时候他才肯吃 所以我现在呢 现在是下午六点半 我现在回去把Lucky溜一下 把Lucky溜一下 晚上溜完了 我再过来 再过来晚上在他们下班之前 他们九点才下班 在他们下班之前 我再过来一趟 再给小豆芽再吃一点 能吃一点试一点 医生刚才也说了 他只要肯主动进食 这就已经成功了百分之九十了 所以请大家放心 小豆芽一定会很快的恢复起来的 医生说可以给他试着吃点猫粮 我看他还是有主动进食的意愿的 那薄圈一摘就好了 哎呀真吃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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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小豆芽真棒 哎呀我们小豆芽真棒 你感动到我了小豆芽 喝水吧喝点水 你找啥呢 找啥呢 找啥呢不能下来啊 这个不能下来 放不下来 喝点水 喝水了 来那我给你弄猫粮水 给 吃了两三粒 已经很好了 他现在已经有主动进食的意愿了 明天早上再过来喂 那把这点猫条一吃吧 好不好 把这点猫条一吃 来给 不吃 不吃 上层走起来 ok 挺好的 这是好现象 这娃太干净了 这薄圈一取 就开始自己清理 薄圈一戴上就封印了 可以可以 挺好 这是从早到晚呀 刚才挺好 又吃了几粒猫粮 这个小豆芽呢 自从拉拉没了以后 她情绪 还有这个性格大变 之前对我特别防备 她肯定心里头觉得 她也在怪我 怪我没有把拉拉照顾好 但是这次呢 她通过这个事情 她好像自己又 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因为她总是自己愿意往处跑 偷溜出去 现在就对我又开始 重新建立了信任 只有我喂她的时候她才吃 那个医院的医生说他们试了好几次 怎么喂她都不愿意不愿意吃很抗拒 但是只要我喂呢她就肯吃 这样主动计时的话 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妹妹妹 妹妹 小豆芽过两天就回来了 你这是 妹妹 别难过啊 小豆芽过两天就回来了 这刚才到处找小豆芽找不着 自己在这 给我摆个这姿势 别难过了啊 小豆芽住院呢 小豆芽住院呢 好了就回来了 这孩子 小豆芽住院呢 过两天就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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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